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健脾胃 排毒養囊和去水腫的湯水 大家馬上看看有什麼材料和做法 今天主要的材料只是三樣 分別有南瓜 紅耳仁 雞腳 薑和蔥白就是配角 為什麼今天的湯叫美肌湯呢 因為今天我們三個主角都有分別不同對皮膚好好的功效 它們分別有豐富的骨膠原蛋白 果膠 還有美肌去斑的功效 首先我們洗乾淨的紅耳仁 浸它一個小時 上次合掌瓜椰子湯要煮一個半小時 所以浸15分鐘就可以 但今天這個湯我們煮一個小時就不用就煮好了 所以相對要浸久一點 浸一個小時 還有將雞腳飛碎 今天我想集中一點講一下關於南瓜的功效 上次南瓜松草花排骨湯 我就用了中國的南瓜 今次我就用了栗子南瓜 其實南瓜全身都是補來的 不需要去滑 不需要去皮的了 連釘都可以不需要去的 最重要是洗乾淨就可以了 將它切件 留下所有的東西一次過拿去煲湯就可以了 美國的食品藥物管理局已經列為南瓜為30種抗藍梳果之一 它有排毒養難的功效 因為其中含有大量的維生素和果膠 經常食用就可以消除體內的細菌毒素和其他有害的物質 我相信糖尿病的患者應該對南瓜不會陌生 還要跟他做好朋友 還要深深地愛上南瓜 但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為什麼南瓜甜的 但對糖尿病就有幫助呢 近年日本和中國內地醫學研究證實了 糖尿病的患者長期吃南瓜或南瓜粉 是可以對病情減輕的 如果你沒有糖尿病 我當然要恭喜你 但以下就是高危人士了 聽一聽 如果你年紀已經過了40歲 或者你有直系親屬有糖尿病 還有你工作是很少運動量的 不需要動動 可能坐辦公室 經常坐在這裡 不用怎麼動動的 平時有小運動 肥胖 有吸煙的習慣 還有高血壓 以上的朋友都很容易患上糖尿病 如果我剛才說的那些 你都有大半是中了 那你就要及早預防 怎樣預防好呢 那就要在你的生活習慣和飲食習慣開始 最好每天做30分鐘以上的大洋運動 例如步行 跳舞 游泳 太極那些都可以 當然要量力而為 糖尿病的患者有30%會容易患上癌症 所以食物方面一定要少油少糖少鹽 糖尿病的患者可以多吃南瓜秋葵 少吃多餐 不要太飽 其實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才要這樣 預防我們勝於治療 對不對 因為到你發現的時候可能已經太遲了 糖尿病嚴重的 血液可能會穀上眼 令到你視力模糊或者看不到東西 更加要留意如果你有些傷口 好難好難才好 都是糖尿病的先兆 所以一定要查一查 我有個朋友就是他有糖尿病 自己不知道 到他知道的時候已經太遲 腳趾要切了 看畫面一個小時不需要 我們就煲好這個南瓜尾雞湯 始終我們加了雞腳 很多膠原蛋白 雞皮 你們最好就飛一飛油 用隔油糊 如果沒有隔油糊 用隔油筆的東西 一會兒你就會看到 隔油就好一點了 喝了這個南瓜湯 和吃了雞腳 基本上可以當作正餐 那一餐已經不需要吃飯了 畫面看到就是隔油的殼 你可以去百貨公司 或者賣家品的東西都可以賣到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南瓜尾雞湯 如果喜歡我的食譜分享 歡迎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我很快有另一個食譜 跟大家再分享 下次見 拜拜